你 你还好吗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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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一个人就把黎总统搞定了 辛苦啊 昨天晚上喝多了 偷衬再疼着呢 但是这次公司终于有劲了 我早就说了 这公司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 你昨天晚上去哪了 我不是去见个客户吗 回来太晚了 估计你们已经散了 我就没去 要不这样 今天你就好好休息 我去找黎总 咱们尽快把合同的事落实了 免得煮熟的鸭子再飞了 你看看 那行 辛苦了 小灿啊 我这么明白 你自己做的股东公司 现在怎么变惯了 董事长 您不知道 我们公司里还有一个股东 特别的不实抬举 根本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我想好好的制止她 小灿啊 你这样做只能两倍俱伤 其实制她很容易 不带她玩儿不就完了吗 您的意思是替她出局 我还没想好怎么做 但没关系 我的损失跟这个事比起来 都是生外物 试试喝 都用 帮我个忙吧 什么玩儿啊 做我男朋友 啊 我现在真的要是的 我跟你说啊 对她好点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我对你不客气 对她好点 对她好点 否则的话 我对你不客气 挺聊得来的 聊得来就躺在一块儿了 你无聊啊 那我们去找点乐子去 干嘛啦 喂 你怎么了 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有话就说 干嘛绑随一张脸啊 白宝 你看啊 我一个男人 我天天住在一个女人家里头 我要看你的脸色 还要看你老爸的脸色 我得像是一个吃软饭的 这 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而且这种生活我已经过够了 看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今天是一定要走 喂 你有病啊你 这怎么了 我警告你们啊 像在我家待那 有这儿的规矩 有什么事好好说 不许打不许闹 这越来越乱了 好 我来吧 水 爸 想商量一点事情 你怎么进来连门都不敲一下 啥意思啊 这云套又用完了 对不起啊 我都用完了 你想用的话 自己出去买去 哎呀 不是啊 这是不见证的了 那你想用的话 那你想用的话 你想干啥呀 要点钱 你也知道嘛 我跟吉敏在家 不太方便 还怕吵到你休息 不如就去外面吧 都给你 都玩一段时间 好啊 谢谢啦 出去把门带上 来 是魏总操机的吗 唐总 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好 我马过去